难道传说中的龙真的存在 是什么什么动物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 这个可能回去后 还要等到动物学专家来最后来进行验镜 这好像是个木棍 这还有铁链上 类似双结棍的兵器 难道这是某个倒是使用的武器 神不见你的地宫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进行 考古队员居然在泥土中 心里出来了一条蜿蜒盘旋的蛇 根据雕刻的造型 专家推断 这条蛇可能在守护着中心的宝藏 在这所谓有宝藏的淤泥之下 真的有什么惊人的东西吗 保持你的好奇心 长按点赞 加个关注 今天小记带大家走进武当山武龙宫遗址之谜 自古以来 民间素有北建古宫南修武当之说 武龙宫是武当古建筑群九宫八官之一 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传说武龙宫有五条龙守护 那么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 能否解开这个神秘的传说呢 2021年4月27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正在对武龙宫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武龙宫遗址状况错综复杂 主要分为中宫南宫北宫等部分组成的庞大宫殿区 因为年代久远和其他客观因素 对于考古发掘的最终区域一直难以明确 经过一番走访和分析研讨 最终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古队确定了在武龙宫南宫开启本次的发掘工作 本次考古发掘现场一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下面的区域为一个天井 分为两个水池 以日月命名 上方为曾经的房屋遗址 其中水池是本次考古发掘工作发现的重要遗迹单位 平静的水面下似乎暗潮汹涌 在这两方水池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经过多日的考古发掘 在逐步清除完玉泥之后 一棵唐岛的大树 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很显然 这棵树并不会生长于此 那么它为何会出现在水池之中呢 根据专家的推断 当年的山洪曾经极大的影响了日月二池的原始堆积情况 那么影响到底有多大 之中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之前的大雨使得发掘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考古队员的眉头一直紧锁着 为了加快进度 专家只能带着大家加快清理发掘现场 目前对我们的考古发掘情况来说 面对缓慢的工程进度 考古队员群测全力开始另辟蹊径 我们采取了别的几种方法 可能是在全国考古工地上 首次运用这种轨道车 通过它呢 来附我们来把这个挖出来的这个土方运走 一进行大概可以运400斤 然后一天的跑400来趟 这两个轨道车一天呢 就能帮我们运走三万多斤 清理淤泥和运土工作 开始大踏步进展 与此同时 考古队员抓紧一切时间 启动了此次发掘项目的第二大任务 武龙宫作为武当山最早的建筑之一 从唐代起延续至今 漫长时光中 许多封建帝王都格外重视 武龙宫的建设与发展 屡屡下指封赏 圣指碑便成为武龙宫里 极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它这个上面的就是刻的这个碑纹 这块碑啊有七米多高 有一个圣指碑 我们现在呢 做这个踏片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的大 将这些圣指进行踏片 成为考古队员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此 专家安排专门的队员 对碑刻进行整体踏影工作 踏片是我国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 指的就是使用宣纸和墨枝 将碑纹 器皿上的文字或图案 清晰的拷贝出来的一种技能 经过考古队员的努力 碑纹终于被踏影完毕 与此同时 日迟的发掘工作取得了进展 在考古队员的细心发掘之下 一个黑色物品逐渐显露出来 起初考古队员们以为 这是某个单纯的淘气 但是随着黑色物品的清理发掘 一个长有眼睛的神秘动物 逐渐清晰 这会是什么呢 瘦首是吧 这应该是早期的明代的东西了 好首 鸡兽的首 原来这是一个瘦首 经过考古专家推测 这个瘦首很有可能是某处房顶上的鸡兽 被洪水冲到了池内 眼前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精神十分振奋 既然有鸡兽的存在 那么池塘里应该还会有其他被洪水冲到里面的文物 他们没有过多的耽搁 马上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发掘工作 没过多久 考古队员们又在淤泥中发现了一个弯曲的物品 看着此物 考古队员们都满心疑惑 没人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 考古队员开始对物品进行细致的清理 好 把它清干净清干净 清一下清一下 刷一下 冲一下冲一下冲一下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慢慢的显露出底色 这莫非是一件铜器 看清楚的是什么呢 让人感到兴奋的是 这果然是一件铜器 但另一个问题呈现出来 这是做什么用的器物 对 大家水让你冲 眼前的铜族可能是道教神像的组成部分 这也更加证实了考古队员们之前的猜测 那么这个铜族的其他部分是否也在这片淤泥当中呢 无论怎样 多件器物的出土也让考古队员信心大增 在发掘日迟的同时 宫殿遗址的发掘也正式开始 但是由于时间太过久远 整个遗址内很多地方都被土层覆盖着 根据文献记载 鼎盛时期的五龙宫 共建有宫观庙宇850件 那么在岁月的侵蚀之下 那些泥土覆盖下的地方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这个片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强移的一个门道 庞大的遗址现场内 在土层下考古队员陆续发现的众多残破建筑构建 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五龙宫昔日的辉煌 也给考古队员留下了一个谜题 为何此地会有这般大量的建筑构建残留呢 随着考古队员的持续清理 又一件器物的出现 让在场的众人发出了惊叹 看看吃东西啊 好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把浑身布满淤泥的刀 看起来像是一把还手刀 是还手刀吗 然而通过刀背和任步的对比 考古队员们猜测 这是一把砍刀 谁是砍刀的还不是砍刀 砍刀没有什么砍刀 拿住拿住 三手三手 一个铁刀 应该是铁的 铁的铁的 这刀还是很锋利的铁刀 在考古专家看来 这个池子中出土的文物 大部分应该都是被洪水冲下来的建筑固建 然而 这把刀的出现 似乎有点让专家感到意外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 在南宫房屋遗址发掘的考古队员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们居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宫 早在最初勘探的时候 考古队员就在影币墙下 看到了一个与这类似的洞口 这两个洞穴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吗 为了一探究竟 考古队员决定进入地宫进行查看 然而 就在这时日 一座石墙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 考古队员几次尝试都不能进入其中 那么 这座石墙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湖北武当山发现造型好似龙头的神秘骸骨 难道 传说中的龙真的存在 类似双接棍的兵器 难道这是某个倒是使用的武器 底宫里面瞎窄幽暗 考古队员能否顺利到达底宫的深处呢 底宫的深处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随着拍水工作的结束 食堂也露出了底部的淤泥 但是雨水浸透过的淤泥更加粘稠 这也给发掘工作增加了难度 为了防止有所遗漏 考古队员决定用筛网对底层淤泥进行筛选 筛泥工作更加枯燥艰苦 往往很长时间都没有收获 就在考古队员渐渐放松警惕的时候 新的发现不武器而语 在考古队员的认真清理下 这件物品逐渐显露出它的真容 完整杯子的出现让考古队员们十分高兴 但是精神起见 为了更准确的确定其身份来历 专家现场联系并求教远在故宫的专家 看看这个杯子是不是家庭万里实际 根据专家初步意见 这很可能是一个明末清初时期的既然又杯 听闻此消息 考古队员的工作热情也在瞬间增强了许多 在随后的善逆中 考古队员们打起了百倍的精神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不久 细致的工作终于得到了回报 本来以为是普通的铜钱 但是考古队员很快发现了它的不同之处 其颜色主要是以金黄色为主 这莫非是造假的钱币 或者是后人仿制的物品吗 在仔细辨认后 考古专家给出了答案 万里通宝很常见 但是六斤的不多见 流星的一般的话 都是说是不在社会上流通的 可能是在墓葬里头呀 比较常见 当着名气 但这个是在水池里头的 这就说明 当时是一个宗教上面 一个信仰的一个器物 扔进去的 扔进去的一个从前 没过多久 狮子中又有了一个新发现 但是这一次的新发现 却让所有人都大费脑筋 这好像是个木棍 这还有铁链 出土的物件经过清洗 展露了真容 但现场的众人却没人认识 这个器物呢 是有一个木柄 然后前面是穿的是铁链 这块是铁链的一个 类似于我们那个双截棍的一半 难道这是某个倒是所用的武器吗 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形式呢 应该也不是 应该是有其他的功能 可能是个堤壩 由于常年浸泡在水中 采用常规的保存方式 很有可能会造成木壩的开裂 可这样一个物件 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 现在这个我们还需要回去再研究一下 因为在这个石子里头啊 出过很多的日常生活的器具 这个可能也应该是一个生活器具的一个 上面的一个部件 趁着好天气 考古队员决定再次对地宫进行一次探索 这次他们能否到达地宫的深处呢 地宫内的考古队员正在艰难的前行 就在这时 他们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们似乎听到了地面上的声音 由于考古专家推测 他们的上方应该就是五龙宫的中宫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真相似乎就近在眼前 然而一个狭窄的小洞口 再一次挡住了考古队员前进的脚步 他们能否进入这个狭窄的小洞 找到五龙宫地宫内的秘密呢 虽然他们在地宫内的行动异常艰难 但这似乎并不能阻碍考古队员前进的脚步 果然他们找到了地宫的交汇处 结果很是让人以外 这居然是五龙宫的排水道 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懈努力 他们总算探索出五龙宫排水系统的秘密了 就在这时 发掘水池的考古队员再次传来了好消息 一个看似人形的物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物件 等考古队员把他周围的淤泥清理干净以后 众人惊讶地发现这居然是一条龙 龙嘴龙须以及龙爪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似乎文献中也没有更加明确的记载 那么这突然出现的龙代表着什么呢 正在大家疑惑之际 在池子的另一端 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一个巨大的动物骸骨 造型好似传说中的龙头 难道在古代龙真的存在 就在众人还在为这个考古发现感到震惊不已的时候 新的发现接踵而至在池子中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一个长条状物品呈现在众人眼前 这又会是什么文物呢 把淤泥清理干净以后 他们惊奇的发现这居然是某种动物的骸骨 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在这淤泥之下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神秘的东西 这会是传书中龙的骸骨吗 正当所有人还在为出土动物骸骨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 在专家的笔下一条栩栩如生的龙 刻然的出现在纸张之上 随着淤泥逐渐的清理 考古队员又在池子底部发现了一条龙 这里是五龙宫 难道池底真的雕刻了五条龙吗 随着发掘的深入 考古队员又在淤泥中发现了一条浮雕龙 此时他们已经发现了三条浮雕龙 大家的心中似乎都有预感 在这淤泥之下似乎还有两条龙 关于龙的传说似乎也愈发的扑朔迷离 就在这个时候考古队员惊奇的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动物头骨 其造型好似传说中的龙头 自古以来龙这个传说中的生物 一直带着神秘且威严的色彩 威慑着众生 而对钻研现代科学 尤其是探索古代文明的考古队员来说 至今龙依然是神话中的存在 但眼前的这一副头骨又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可能是龙呢 这是一个什么食草动物的一个 可能就是驴啊或者是 骆子的这一个 这个牙齿比较平整 是一个食草动物 但具体的这个是什么什么动物 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 这个可能回去后 还要等到动物学的专家来 最后来进行验证 最后通过头骨的牙齿形态 考古专家推测 这应该是一个食草动物 或者是一只马 或者骆子的头骨 随着考古队员对吃底的渗入探索 专家发现 吃底不仅有龙形浮雕 还有龟的形象雕刻于上 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四大灵兽 北方玄武的形象 便是龟蛇结合的模样 靠近道教演化为真武大帝 而武当山是道教中真武大帝的道场 参照玄武的形态 眼前乌龟形象的附近 应该还会有蛇形雕刻 果然 考古队员还真清理出来了蛇 然而 让众人疑惑的是 眼前出土的蛇形雕刻 并不是我国古代常见的造型 而是类似于西方神话中的三头蛇 为什么中国道教传承的武龙宫内会有三头蛇造型 一时间 奇异的发现让武龙宫的神秘又浓重了几分 随着发掘的深入 整条蛇的形状显露了出来 这并不是三头蛇 而是一条 蜿蜒在泥土中的大蛇 这条蛇被刻画的微妙微笑 仿佛马上就要活过来一样 引来专家一片赞叹 专家根据雕刻的造型推测 蛇应该围着一个更小的池子 这条蛇就像是一个忠诚的卫士 似乎在守护着中心的宝藏 随着对淤泥的清理 池子底部一共显现出来了五条龙 这也印证了专家最初的猜测 发掘武龙宫遗址的目的 不是发掘出土多少文物 更多的是探索发现中国武当山 这个文化圣地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长按点赞 给小记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